如果说贵妇级的墨镜 通常黑超是基本款 黑色的墨镜 然后侧面 一定要让人家看到something 贵气 贵气就在这侧面 家家需要正面就看得到 为什么 因为他头发都放下来 正面 黑超 而且这个很大 很大 然后你看侧面 酷 这种就是侧面的风光 如果你是属于比较低调的 只如果那种头发这样撩一下的时候 然后看到 你的旁边好特别 那属于正面风光的 你看一下 厉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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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现在的太阳眼镜 都是他的服装设计师设计的 所以你先看他这一款 你看他正面 他真的轰轰的 是箱在里面吗 对 他这个方好大 有没有 你看 好适合你 好适合你 佳佳就一定要正面 好适合你 好适合你 好适合 因为今年这种大大的方框很流行 你看像这个 它是两层 它第一层是平光 第二层你可以改你的镜片的偏光 或者是你也可以挑选比较简单一点的风格 这种金色的边向 这种夏天 很热情的太阳 像这种东西就很适合佳佳戴 因为它是属于有鼻垫设计的 热情的太阳 热情的太阳 然后你的头发有染这种暖色调 好看 你看好看 真的好看 入热情的太阳 good